Hello 大家好 我是冬鱼蛇的小冬 那马年来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鼠猴的这个运程 那鼠猴的朋友今年的流年运程并不理想 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命宫中凶薪多而吉薪少 因此必须警惕戒备 那工作方面肢节横生 而且还有小人从中作梗 因此要可能前功尽废了 鼠猴的人必须始终抱着乐观的心态去处理业务 那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而半途而废 那由于今年是一马心动 所以非常适合出外发展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